各位新浪网的网友大家好 非常您感谢再次收看我们有关美国大选的嘉宾访谈节目 我们今天仍然给您请到了新岛日报的总编辑梁建峰先生 来跟您一起再次解读一下美国大选的这个情况 当然昨天晚上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想必大家也都是知道了现在我们的就是新总统是奥巴马先生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主要是想就就是这个美国大选中的 就是说所发生的种种的这一切呢 我们想从六个方面给您就是说解读一下这次的这个大选的情况 首先我们将就是奥巴马先生当选美国的总统 美国有什么一些实际上的意义 尤其是对就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 它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另外呢就是说有所谓通称的这种美国梦啊 就是任何一个人你来到这个国土上 那你都有实现你梦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是不是就是有关美国梦这一方面的 另外呢就是说奥巴马先生 他作为一个第一个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的一个 就是具有黑人血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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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来讲呢对于美国现在目前的这种种族隔阂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有就是说解决了还是说是依然会存在等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就跟您简单回顾一下昨天这个选情的一些情况 第三个问题呢我们也来跟您就是说回分析一下 这次奥巴马先生为什么能够赢得本次这个总统大选 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因素来能够促使他赢得这场竞选 第四个问题呢我们想跟您就是说也是看一下 就是他们在就是奥巴马和McKane在竞选整个的过程当中 他们提出了很多自己的一些建议也好政见也好 那奥巴马先生当选总统以后他的所有这些政见是否能够兑现呢 我们就是在简单的分析一下 第五个呢我们想跟您探讨一下就是奥巴马他当选总统以后 那对于整个美国的华裔有一些什么样的深远一些影响 这个我们也跟您就是一块的简单分析一下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一个比较更侧重政治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民主党得到了参议员中大部分的这个席位 那众议院的很有可能他们也会也会获胜 那奥巴马作为民主党的人士他又当选了总统 那整个一个这样就是所谓的一种一党独大了 那在美国这历史上这也是一种很少见的一种现象 那这种现象对于美国的政治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首先我们请两种编辑来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奥巴马当选总统以后对美国的一些深远的一些意义也好 影响也好请您谈一谈 其实呢我是这样看的就是奥巴马的他的当选是有他的那个历史跟那个 经济的背景在里头 就是第一呢就是你刚才提的非常好的是一个移民国家 我想他反映到一点的就是新移民在美国的政治力量成长 这个这个是很关键的 所以要是我们看看那个出口文民调 就是投票站出来的那些那些调查结果 其实看得出来就是这次是那个小数民族啊 特别是那个非裔跟那个Latino就是西班牙语系的 特别是大部分从墨西哥中美洲来的 他们的政治力量显示了出来 这个是关键的的一点 所以要是对美国来讲呢 我想就是会重新提起了那个种族的那个议题 我是这样看 有人会认为奥巴马当场一个黑人在美国 那个当场证明美国已经打破了那个种族的隔阂啊 或者是已经变成一个我们说是没有肤色的社会 我想这个是解读错了 问题正确就是他会我想就是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头 把那个种族的问题重新跳起来 为什么这样说呢 要是我们分析一个民调 我昨天也从那个几个州的出口文调来做一个调查分析的话呢 发现现在在好几个州里头 比如说我算了一共有八个州呢 是从共和党转到民主党里头的 也是说那八个州都是从零四年来对比 那八个州奥巴马赢的步度的不是很大 尤其是大一点 但是大概在五个州里头 他赢的大概是一到五个百分点 一到五个百分点里头 我们在分析那个选民的种族投票的倾向 非裔的选票在那些州里头 有一些占的比较多 比如说有一些占到有大概占到二十个百分点 但是有一些也不少很多 也不少 比如说最低的有七个百分点 他们那些非裔的选票呢 九成以上 比较九十几几几乎有一些到了比较九十八 就是一百分点的投给欧巴马 他中间让欧巴马拿到的那个margin 那就很大了 比如说真诚来讲 在一个选举里头 我们比较理性的讲 就是你能够拿到六成的选票 在美国来说 已经说是一面倒了 就是你拿到六成已经是了 何况你能够拿到九成多的选票 中间的已经非理性的一个因素在里头 因为你看到整个种族 100%的站在你背后 这个就不是你那个人的才能 而是你的肤色最重要 所以从那个他拿到那个margin里头 就是从非裔选票拿到那个超额 已经决定性的能够赢 你倒过来 我们看那些州 说是已经好像因为转投了民主党 但是那些州里头的白人选票 还是有五十多% 就是超过一半 还是可以专门看一眼 OK 但是为什么白人的票 不能够在那些州里头显示到 它的那个优势出来呢 因为总的投票额来讲 就是全国来讲 百分之75都是白人在投票 那手术名字占很少 但是问题这个加上一个因素 我就说一个历史跟经济的因素 因为这次经济冲击对我们很大 大家都觉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新的方向 比如说也有一点埋怨 就是说过去不是总统 或者是共和党领到那八年 太差了 想改一改 所以这个宋东稍微掉了几个百分点 一两个百分点 有这样的想法 已经令了那个John McCain没办法赢 第一 非裔的选票 全都站在欧巴马那边 所以那个很明显是一个种族的票 票的投票的结果 所以你说没有种族问题是不对的 比如说在南部 我们知道在美国南部是比较保守的 我们看看那些John McCain 就是共和党还是能够抓住那个票 很简 那些地方看着那个白人的投票 投给那个麦克恩的 是70多80个百分点投给他的 也是一个很明显的那个种族的票里头 另外有一个新墨西哥州 就是比较特别 他这次也转向了 从共和党转到那个民主党里头 而且那个比较大的 十几个百分点 就大概是15个百分点 那敢说他这么多 为什么说这么多呢 看看那个州的那个选民的组合 整个选民一般是小说民主 41个百分点是西班牙女士 那些西班牙女士的这个倾向在这 没有非议那么严重 非议的投票是90多100的投票